我覺得免疫學的博士 那現在是國泰的類科部署人 也是福大的醫學系的教授 那今天他們大概講的題目是 Drug Hypersensitivity and Recent Advances in medical treatment of COVID-19 好,謝謝教授的介紹 那今天剛好 你們剛好講到藥物的反應嗎 剛才SAT-MP老師在藥物究竟是排第一名 所以剛好這個主題上又跟著講著 告德怎麼去治療 所以其實這個TALK是分了兩部分 那剛好另外一場也在講告德 所以我想你在這邊講的時候 你就不用過去聽了 當然我這邊會講的比較簡單 比較單...就是比較Besize 或是比較簡單 重要的議題我想會帶出來 那剛好也是 藥物品老師最重要 引起過敏反應的一個記轉 那在台灣也是很重要的議題 那等一下我會介紹說我們怎麼去看這個藥物的過敏反應 那在免疫上 剛才吳醫師有提到很多免疫的問題 我這邊會再稍微介紹一下 好,那這是我今天講的 到底是Drug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的 Emmel Pythogenesis 那L-Pinus是Fix在哪一個Model裡面去 那在目前比較硬的一些在Cout 還有一些TOPIC 還有我們整個去目前新的治療 還有我增了幾個國家的概念 好,那先講藥物的反應 那其實藥物的反應 剛才提到一個是 你可以分做兩搭的一個是TAPE跟TAPE 這裡面其實我覺得就有一個字 非常有趣是Predictable跟Unpredictable 大家要再注意 在藥物的救濟裡面 就這兩個是很重要 可預期 不可預期 差很大 那不可預期 這樣幾乎可能是一個核心比較大 好,那當然有些可預期的東西 我們就知道 Drug Hypersensitivity 那不可預期當然最常見 還是Immel造成的 那Immel當然可以有Antibody TCL這些 我想等一下我們再講好了 那所以整個的藥物 那個過敏反應裡面 大概Immel大概不會占 超過120 大部分是其他物理的引起 不過因為在其中有幾個 很重的免疫造成的一些藥物 有過敏反應 事實上是蠻嚴重的 所以今天是TAPE的這個事情 最主要是講這樣的問題 好,那當然在診斷上 目前也是沒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去做診斷 那當然我們希望有 當然也許需要一些時間 那剛才朱教授也提到 基因的檢測 等一下我會講一下 這個發展大概是怎麼樣 好 那根據 還不審定的 當然根據這個 Casificating System 就是分四大類 EO3是 那EO3 最主要是VC Anybody Media 第四人是Type-4 最主要是我們叫DTH 是T7 Media 那我們等一下講 大部分的藥物的過敏反應 其實大部分是T7 Media 不過還是不要忘記 Type-1還是有它的角色 Type-3引起的Vasculitis也是蠻重要的 那我想很多的drug 搞不好它會引起各方面不一樣的 Immune response 造成不一樣的Phenotype 在臨床的表現是不一樣的 那看4的話 基本上我們還是給它再分類 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T7的 知道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把Type-4分成ABCD 大概在A就是T7 Media T7它可以Active Macrophage 產生了Ferome Gamma的Production 這些大概是以HELP 其他的ModeSite的一些 甚至Neutrophial Information 最主要的 那它的最主要是可能還是Ferome Gamma為主 所以Type-1的Sight of Pine為主 那B是Type-2的 那最主要是產生那個Aero5 那是產生Elecinophilia 所以可以 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話 我們臨床很多病 Ig高也不一定Elecinophilia高 因為Ig不高 Elecinophilia可能很高 其實它Maken其實我想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你把它Azoprolate到那個Azma還是一樣 Azma為什麼有一點Elecinophilia不高 也許不一樣的Immune response T7我想H2在Type-4的B 就Type-2在H很多Disease 很快的很重的角色 那Type-C最主要是Telotoxic T-cell 不管CD-4或CD-8 Activation 其實它有本身會少得Toxic 那我想剛才提到那幾個Ten Azma膠塵也許就是這類的變化 直接去Attack Target的Sale 包括Liberside Liberside 或是Skin的Sale 都是一樣的 直接去攻擊 那它產生了可能很多的 Cophorine Granzyme Granialycin 或是Fast-Ligen 這些很多不同的 大概很多還有位置的 Makenin不知道 不過至少直接T-cell 直接去Target 直接去破壞掉它的 這些細胞 那第四 4D 大概最小是Nin-Sophia 那當然最小的Cyrochid 是不一樣的 那當然最小分明是GN-C-S-F Veclue到更多的Nin-Sophia 到這邊來 那等一下會把這個 Mechanism跟Desease 稍微再相關 我們再比论一下 好 就這一點 1 2 3 4 那第四A 可能是B 它產生不一樣 那B 因為產生Hydrophilia 那Jrace 可能是比較屬於這個Hype 那C的話 要注意別的 那Steven Johnson 直接T-cell去Target 大家注意一下 這後面那個產生的時間 因為有時候我們要判定 這個藥物 還有引起的過敏反應 它需要時間的 那這裡你看 最多可以到6個禮拜 一個月左右 所以第四型的 第V跟C 其實它需要的時間是蠻長的 A也是一樣 可以到21天 所以可以到一個月左右 一個多月 所以我們現在判定 如果說一個藥物 會產生過敏反應 適當是需要 也許我們會等到 兩個月的時間 那兩個月 用了兩個月都沒有反應 可能是就比較沒問題了 那這個是我們有時候的 在半天 藥物就急 就會知道說 那藥物怎麼樣 是不是會造成過敏反應 已經用了一個一年了 還沒有反應 現在就反應 就可能不是藥物一起了 好 那至少等兩個月 所以我會建議有時候 比較容易過敏的藥物 像L-PIN 以前我用的都是 很多都是可以用到 一個月兩個月 反正不急嘛 今天為什麼一天要把 加藥酸降得很好 慢慢降得很好 你看很多都是 10分之一 我從10分之一都用過 慢慢加慢慢加 這樣子的話 如果說一個月兩個月沒有問題 我們再慢慢開吹 所以往上爬 應該會還是會 prevent 比較severe的一些 過敏反應 不然後來有時候 一下用太大量的話 很厲害的那個 Stream Johnson 就可能做得不好 那多都是可能 還是抓一抓啦 有些Rush 就把它停掉 也許就OK了 好 那當然這個 我們林松生有時候 我們就講 immediate type跟delate type 那我剛才提到 都經過兩個月 一個月多月的 那些都是要比delate type 我想到時候 都是T-cell mediate type 可以了解啦 那可以剛才提到 最近很多的desease 那我就不提啦 包括JRace Dili Stan Johnson Ten 這些都是有報告在這裡 那hotel裡面比較高 當然叫我比較SCA 等下可以到20%到30%的 potality rate 蠻高的 好 那當然這個 既然跟T-cell有關係 當然我們可以去找 跟HLA一定有關係 T-cell activation一定是 HLA MHC 跟T-cell reset 之間的 Action 所以很早以前就很早 到跟HLA A或Case 1 Case 3 有沒有相關性 那當然從2002年 就已經發表了 這是第一個 跟Abacteria 就是治療HLA HLA 疾病的一個藥物 事實上相關性 那在陸陸續續 我們在台灣 在東方 已經發現 跟Abama ZP Tepitoma 跟Elpino 跟基因的有關係 跟HLA B2C的相關性 事實上陸陸續續 在2010年裡面都發表 我想這個是蠻重要 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在Elpino的基因裡面 就是要因 不是因 要因 測這個基因 能測 這樣測 因為這是可以至少 目前確定 可以 如果Nexing 就不會比較有 不會有產生 這個很厲害的過敏反應 那怕是不一定會有 那因爲這樣的關係 那很多的study 越來越多越多 我想 越多的那個藥物 可能會 更了解 那這邊我再 summarize一下 這邊 比較有名的 那就是 Cabama ZP 跟Elpino 在我們臺灣 那 Cabama ZP Tepitoma 大概Associate 跟1502 那Elpino 是5801 那Petit Rate 大概Nexing的 Apositive Betit Rate Value都不是很高 比如說 你測陽性 會產生 這個 Lea Steven Johnson Sindrom的 比例是多少 其實不高的 但是如果 Nexing Nexing 就是不達100% Nexing Betit Rate 會達100% 就是說你沒有 那就不太會有反應 所以測的時候 陽性不太會有反應 那是 醫性絕對不會有 大概是這樣子的意思 那當然 用藥我們還是要小心 其實沒有 但 當然我們能該做 我們要做 基因有測了 結果Nexing還是有反應 大家就沒辦法 不過至少 我們用藥 蠻要注意的 那這個跟人種 其實有點相關性 每個人種 他的Association的 那個Gene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個是做參考的 還有Dalentine 這些以前 都已經很清楚了 那為什麼產生 Drug的一些 Haboxin TB 其實現在Model 是一兩個 約三個 這裡三個 大家注意一下 其實他的Sensification Nexing其實不太一樣的 像Hapton Perhapton的Model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需要跟Sherum 裡面的Protein 有Interaction之後 或者是他Metabolite 跟Sherum一些Protein 我所選擇的說 他才會產生T-Sensification 那這個是要Presentation T-Sensification 所以不要有名 當然Presentation 跟WM之間的Binding 造成了Presentation 一些Drag Haboxin Reaction 這個是比較知道的 在PA Model裡面 事實上是 在中間是蠻重要的一個Model 為什麼呢 因為 PA Model 它是經過 不需要經過 之間Drag跟Taptation Haboxin Reaction 它可能直接Bine上去 Bine上去 直接把那個T-Sensification Haboxin 拉進來 那它不是Covidium Bound 它直接Bine下去 那是看著Association 這可以分離的 也就是說它很快 相當快 快到你 它直接Bine下去 就可以活化T-Sens 而且你看 如果說 活化很多T-Sens的話 事實上 產生的Reaction 是蠻大的 那另外Model 當然就是AutoCaptide 就是它Bine上去Captide 說Multi-Bine 本來是Safe-Anigen 本來是不會產生T-Sensification 但是它Bine下去 就Multi-Bine 這個Captide 所以Bine上去Activated T-Sens 所以第一個Model 第三Model 實際上是需要 Anigen Presentation 它需要時間 那尤其第一個Model 它需要Sensitization 第二個Model 它直接搬下去 要不然顯然不需要的 也就是說 等下會講 譬如說 如果你這個基因陽性 都沒有用過藥 你把它細胞拿來抓下去 刺激這個藥物 會不會有反應呢 也會有反應的 因為它不需要 去Presentation這些 直接搬下去 直接Activated T-Sens 那其他可能需要 經過用過 它才會有 那個Sensitization 的那個期間 所以PA Model在這邊 是比較重要是LB的 所以我稍微介紹一下而已 那這裡面就是 在Sensit Study 為什麼知道是這個 因為它很快 相當快 而且呢 把它Fix之後呢 把那個Sensit Study 那裡面Fix之後 它還是有反應 所以表示說 它不需要跟那個 其他的Ceptide 有什麼相關性 直接搬下去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Model 當然也用在 用在 還有需要很多的證據 去看你們 這一點點確是怎麼樣 那接下來講Alpino 當然就是 最主要是Alpino 是PMO這個的 不久 那我想要講這個詞 然後提到 藥物的濃度 既然是當 Covarian Bung 藥物濃度是對於 產生這個 藥物反應是很重要的 那Alpino 當然知道 這是治療高的 那大概 它跟1958.1有相關性 那BioPositive Nexic Predict Rate 跟30%的Positive Predict Rate 也就是 你自己陽性的話 也只有3%的人 才會真的 要用引起的 Steven Johnson syndrome 比較Covid的Scars 那這個 這個當然 就是說 為什麼 你只有3%的人 這個基因卵酸的 才會有反應 那其他人 有這個基因 為什麼不會有反應 所以 這個很有趣的 的問題 當然 一定還有其他 物素 會產生 不過至少 在 在研究上 目前Alpino這邊 是它的 發現 它的代謝產 跟Oxycurinol的濃度 事實上是決定於 它的 產生的Alpino Induced Drug Hubsid reaction的 那個 的 的程度 那 因爲Alpino 它還是蠻短 但是Alpino是蠻長的 所以 爲什麼 剛才 Alpino 有講到 這個Alpino的反應 跟濃度有關係 跟 腎臟光有關係 因爲它代謝的關係 所以這個是 尤其是在 Nu Nu 比較差的人 它的一些 有這種反應 它的 Granium Lysin 實際上是蠻高的 所以 所以我想 這個用藥 就是在 腎臟不好的時候 對 也還蠻注意的 好 那這個是 Feed the PI model 裡面 所以它是 看不當 Combin 所以也就是說 你要不慢慢海吹 慢慢濃度 慢慢增加 它濃度 可能會跟它的 破冰反應 實際上是有相關性的 好 那 剛才提到 Alpino 大概就是 現在講一下 最近在 Hardley Samia 跟Gold 有一些 比較 熱門的一些話題 那 最主要是說 Gold裡面 大家 知道這病很久 那為什麼 產生 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Under-Excreation Over-Production 大家都知道 不过 它產生的 Risk 跟其他的 Disease Combin 事實際上是 目前才慢慢去了解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 因為會 影響到我們去 Manage 這個Gold 好 那我們先講一下 Gold跟 Gold甩蹄的發生 當然很簡單 意見 什麼 尿酸高一點 我講是 痛苦的關鍵炎 這個比例 這個尿酸質態 多高 比較會 你可以看得出來 在9以上 實際上是 比例是 相當增加蠻大的 所以 因為有些 Lab的 檢查 Data 讓我們了解說 我們在尿酸在多少以上 我們就要特別注意了 這邊我們先去叫9 因為這個 Endo-Study的證據9以上 它因此是增加很高 也就是說 現在 Guide Line裡面 很多的國家 都把它放在9 9以上 他們就很注意 這個尿酸的發生 好 那這是台灣的GData 不只是 尿酸本身的 尿酸質 血統尿酸質 還有年紀 還有性別 在台灣的研究次上 年紀越大 它產生一些 高的的比例 是比較大的 所以不管在不同年齡層 越大的話 可能產生 所以我們在 我們在 我們要開降尿酸的藥物的時候 當然我們可以不用就不用嘛 那 它有病的當然是最不好的 但其實效果很好的 但是就是說它發過敏反應 所以台灣也是比較肯生一點 但是可以考慮到說 要開這個藥給病人的時候 要考慮到 本身尿酸質之外 還有年紀 還有性別 這些都是我們考慮在裡面的 那男性大概是比較高 然後女性比較低一點點 好 那 哈佛尿酸跟CV的Risk 這個是一直在 argue的一點 不過最近 這是205年的Meta Analysis 事實上 已經統計有一些 結果是 高的跟一些Motality 是有相關性的 那跟 跟各種Cartic Basics的 影片或CAD的影片 其實都有相關性 也就是說 你高的 還不與生命越高 可能會產生CAD的Risk 是比較大一點點的 那這一點 因為大家很多的 CV的人 他也不一定算也認同 不過 你漸漸可能有證據 慢慢回憶 那當然我也想說 室內紀越大的話 他高的越多的話 那哈佛尿酸質量 可能如果很高的話 尤其大概9 10以上 他CVRisk 應該是會比較增加的 好 那 跟Renal Function 大家都會比較有注意的 哈佛尿酸質量 跟腎臟也沒有相關性 這是我們台灣 我記得是種種的 他們的Data 如果有GAUD 除去PURGAUD 沒有其他 他講PURGAUD 沒有DM 還有hypertension 這些的病史 跟CVR來比的話 事實上有CVRGAUD 是有差異的 就是說PURGAUD的人 CVRGAUD的人 事實上都是比高的 比CVRGAUD還高 有hypertension 可能對於 神功能控制 一個比較不好的因子 好 那 hypertension hypertension 其實事實上 這個知道很久了 應該是有相關性 甚至說 有人說 我們人類 為什麼會站起來走路 事實上是 我們UITES 被UITESion之後 產生UITES 在體內產生的 所以我們力量 會高一點 可以站起來走路 所以很多的理由 不過在老鼠裡面 其實做的比較多一點 因為老鼠 你在裡面會比較好一點點 如果你hypertension 尿酸很高的時候 不然是用群的 讓尿酸還很高的時候 不會產生hypertension 事實上有的 這是老鼠做 因為人比較難做 這是用來的Data 不過很多的 PUBIT DATA 我想這裡是舉例子 很多 跟PUBIT DATA 跟UITES 實際上 實際上 State 一些Data 是有相關性的 目前大概證據是指這些 這是最近一個 日本一個統計 就是他們把 UITESion 跟hypertension的比例 日本還是有增加的趨勢 當然 他把 UITESion 我看的Value 真的是蠻低的 6.8就算 hypertension 裡面的話 如果更高的話 那是不是 hypertension 的紀錄 會比較大一點點 最近比較熱門的就是 Axenamatic 剛才提到 我等一下會講 Guy 剛才裡面說 Axenamatic 就不要治療 Axenamatic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好處 有沒有壞處 Axenamatic 有人認為說 其實沒有症狀 hypertension 對於CKD 對於Renal Function 還是比較不好一點點 這是幾個重要的 因為他們要去證明 Renal Fabric 在降 Renal Function 在一步 Renal Function 是沒有幫助的 那當然 原則上這些 像新的Fabric 比較不會過敏的 所以他們將來可能做 比較多的一些study 因為Renal Meg 理論上是 目前的GuyNine 目前的很多的房單 事實上 不可以治療的 但是 也許他們想證明 有些Renal Meg Renal Function 其實將來對於 Renal Function 是有 不好的 影響 那當然我要提到 為什麼叫Renal Meg 真的Renal Function 我們叫沒有症狀的 我們是講沒有關節炎 沒有發生關節痛的 也許它有沉澱 沒有關節炎 是不是叫Renal Function 好 那發現 大概 目前還是認為是Renal Function 對於Newal Function 的Cornical disease 還是有相關的 也就是說 它被先例毛病的治療 我們還是希望它尿酸 不要太高 對身上還是有不好的 影響 好 那這個是很多 還有其他Artery這邊 我想就不談了 不管怎麼樣Renal Function 可能對於Hypertension 對於腎臟功能 是它現在有慢慢的證據去發現 它對於腎臟比較不好 為了這類的很多study 現在很多概念 慢慢去想這些問題 可能我們在考慮要不要降 降壓酸的藥物給這個病人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很多年紀的性別 還有它的Covid 有沒有Hypertension 有沒有腎臟差 還有其他CV的Risk 很多要考慮 再決定說 你要不要給這個病人藥物的治療 好 那英米菊在高德的診断 這個沉澱 其實上是 Morosan醫院的沉澱 實際上是蠻重要的 所以我剛才提到 有些的沉澱 可能有沉澱 但是它沒有症狀 那這是叫Synomatic 那可能也是不能這麼講 所以將來我們可能會慢慢去 把一些高的一些Staging 可能慢慢去分開 也許有 一定有沉澱還沒有發作而已嘛 這是在Stage EarlyStage 是不是我們可以去看 病人事實上 可能將來可能達到CV Risk 腎臟功能差的比例 還是可能比較大一點點 好 那最後我們講 我們目前是怎麼去治療 那當然AQ-Goud的話 大家都知道 不過我還是 現在是AQ-Goud的 高低壓摔距的治療 大家都知道 Colchicin Ansac Steroid 不過因為病人的恐怖比例很多 我們考量 這個是很多的 比如說它如果是CPT的話 我們Ansac可能不需要使用 所以你在面試 這個AQ-Goud的時候 可能是很多的考量 那當然這是目前的 美國他們的Guideline 他們還是希望以MotoCelab為主 不過如果是很多的 關節痛比較多或是比較痛的 比較厲害的 Join的水瓶的話 可能還是可以給它一些 Colchicin Colchicin 比如說Colchicin 你加上Ansac 甚至可以怕Steroid 都可以 那這個是目前的概念 不過就是 Guyideline Colchicin 可能想的不一樣 所以你可能用藥的 哪一種想要用 就跟不太一樣的 那當然最主要介紹是 那個怎麼尿酸 加目前加尿酸的藥物 那新的一代的 當然AQ-Goud 大概以前 是唯一的 那目前有Fabricle State 可能讓我們可以選擇 而且在安全上 在過敏反應 安全上還是比較好一點點 當然每個藥 還是注意一下一些 可能在Siebate 也還叫做訪息整體 那Ukosuricin 目前有三個在台灣 不過美國大概 沒有幾種 所以我想各國家 藥物都不多 因為新疆算是蠻有用的 那唯一我們感受 就是LK-Know以前 會產生Siebate 就是Hibosuricin 好 注意一下我 我只是累穿 記下訪單 這個訪單 很多人可以看的 因為這醫藥救濟裡面 真的是 因為第一名 所以我希望大家去看 有別的訪單上有需要注意的 那這裡是提到的 它適應症一定要通風 沒有通風的 或是有經過 也有Cancer 因為一些取疫的腫瘤 需要化療治療 所產生高藥生血 那是可以用的 它是有Indication 的 不然它是應該要有 有通風或是結實的 通風使用 Provider 的電源才可以使用 沒有症狀的 還是不可以用 KB-Stag KB-Rick也是一樣 當然這個KB-Rick在日本 他們比較貴 他們也沒有 Asimamake 他們第一個 全世界代第一個 就是Asimamake的 可以治療的 Indication 其他都需要 其他的Siebate 或是經濟症 稍微看一下 因為我們擔心 有時候 上面寫聖結石 神經濟障礙 患者都 經濟症 這個有點太廣 所以大家用的時候 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下 再講一下 這個整個 最后Guide 我們最近的 這是書上寫的 這個書Harrison 那個裡面的 寶典 他怎麼寫呢 他說你要考慮 它還可以 Sameamake的 Cherby的時候 你要考慮它Number 花多幾次 如果說 差不多兩次以內 差不多兩次以上 這目前的 美國是跟歐洲一樣 超過一年 差不多兩次 大概一次 大概兩次以上 大概等於兩次 就可能需要考慮一下 醬藥酸藥物 那Uries的Tucky是在哪裡 是帶9的話 可能要很注意的 那Tucky也是在6以下 不過就是9以上的話 他們也是可以考慮一下 治療 如果病人想吃的話 當然是願意 Reno Stone Uries Stone的話 可能還是要考慮 要治療 Talphi這些人也考慮了 當然在歐洲還是以Axid Inhibit為首選 病人為首選 不過台灣就是因為這個藥 以前很容易產生過敏 所以可能我們在選擇上會比較辛苦一點點 那台灣這邊 該難 當然目前還是沒有很久 不過這是2013年 這個風刺病 學會他們的該難 一樣的 他們還是很希望有發作 沒有症狀還是盡量不要用 除非他這邊有保養素 還有其他的一些 核冰的一些 DGs 或其他一些 Condition 都是可以用的 不過無症狀還是盡量不要用 但是不要用 好 那這個是美國 肝癌裡面 目前他新的 他以前都發作兩次 不過他現在 現在漸漸把CPD 跟Renostone 這些 其實慢慢就放進來了 當然他還沒有把 hypertension CVA這些 放進來 不過漸漸可能 一些證據越多的話 慢慢就想 也就是說他們 我們要是開始降藥酸 那可能要考慮到 他有 Condition 我們要想一想 是不是可以早一點 給他用 也許他prevent 腎臟功能的一些 繼續惡化 或是prevent CVA CPD CAD Risk 好 那當初選 他是Renostone Inhibit Uricoturic 還是放在第二線 不過因為 一樣的 因為在台灣 是比較 比較容易 產生過敏 那現在有個Fabrigal 可能是比較好的選擇 不過目前台灣 的肩膀規範 還是比較 稍微延一點 所以用的時候 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好 是歐洲的 他們已經 甚至把 剛剛提到的Risk Factor 這些放在裡面 H 性別 Obsity Dial 這些都放在裡面 所以 現在肝膀裡面 現在開始考慮說 我們一開始降尿酸 我們要想想 欸 核式開始降 那H 可以考慮很多的考量 那 他有提到 如果下面有幾個變化 是當然需要 大概大於一次嘛 就等於一年兩次以上 就是 跟美國是差不多一樣的 這是日本的 日本的Guyline 其實它是最 比較鬆一點 我常提到就是 6789乳 另外就是我們在降尿酸 一下 target再留一下 那7就是normal range 7以上 7以上 就還可以有1秒 他的話 如果有complication 就是說其他的一些 comorbidity 有CV 有CV的Risk 或是其他的一些 CKD的Risk的話 他們建議使用 9以上 不管怎麼樣 就可以trug therapy 所以在日本裡面 他們 asymptomatic hyperlis 其實可以治療的 所以這個是 這幾個guidline 那我想 時間關係 我就講到這裡 那Casamorize 一樣我今天講的 那我今天分兩部分 一個是 trug癌症 和gene的相關性 包括HVA的一些 class 1x2的一些 gene的檢測 好 那還有其他一些 model 就裡面有幾個model呢 epinol 大概就是比較屬於PI model 那目前epinol的治療的話 當然因為產生的 一些 一些 sine effect 那所以我們也很希望 能夠慎重使用這個藥物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什麼時候開始使用 因為這個藥物會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使用當然考慮很多的因素 包括hubotension 裡面有kaliobasket的disease ダmage 這是要考慮的 那醫內這樣子 尿病容易產生過敏反應 所以我們現在 有些新的藥物 可能慢慢會有進展 有些新的藥物會出來 希望可以 不要有產生這種塞 因為它很好的 降臨酸藥物 那目前認為 我們 我們希望 可以至少 不止降臨療酸 還可以降臨其他的 menopal syndrome 其他的risk 所以 我們希望可以再早一點治療 是比較好 不過目前的肝臘還是 沒有 阿西米爾還會有些面 是不治療的 那 就是日本的menopal syndrome sindomatic 阿威爾是應該的 1人30治療 當然是在9以上 來 為什麼9是有evidence的 好 那今天我就這樣到這裡 謝謝 謝謝